假消作制复刻病用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俊玲 新安市中医院复刻副主任医师 假消作片一般就是治疗复刻的炎症 最常用的就是治疗低充性阴道炎和细菌性阴道病这两种疾病 那低充性阴道炎呢 一般就是建议口服加局部用药 口服的话呢 如果是低充性阴道炎的病人 建议夫妻双方同时治疗 女性患者一天吃两次 或者是一次吃十片两克 爱人可以同样的方法去口服 然后呢 女性患者呢 要加用局部的用药 可以放假消作片剂 细菌性阴道病的治疗方法 跟这个是相同的 但是细菌性阴道病可以换别的药物去治疗 但是假消作的用法就是 这样子去用 主要用于这种 当然有一些慢性的盆腔的炎症 不是很要紧的 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些抗生素 治疗盆腔的炎症 也是口服 或者是静脉低注 假消作注射液 谢谢大家 葱文化 药会 准备 关键 寄 惜 TJ 30 雪